丈夫给妻子梳头时 常常会把妻子掉落的头发 从梳子上抠下来藏到口袋 中年脱发是女人害怕的衰老体征 何况妻子现在还是个病人 丈夫不仅暖心还很贴心 怕妻子忘记吃药 她每次都把药喂到妻子嘴边 看着妻子吃下 然而这次 妻子却借口丈夫没有洗手故意支开她 把药偷偷吐掉 因为她怀疑 丈夫给她吃的不是药 而是毒 就在一个月前 丈夫带她到医院常规体检 丈夫告诉她检查结果就是身体虚弱 吃点常规补给酒行 十几年的恩爱夫妻 她没有一丁点怀疑 就把丈夫带回来的药当补药吃 只是没过多久 她就发觉丈夫有些反常 比如晚上她想和丈夫亲了 丈夫就喊累 比如天一亮丈夫接了电话 有火激活了出门 连血都穿风 你能有什么急事 连饭都不吃了 急事 丈夫是要监局部门主任 按理这段时间不该有加班早会 所以十几年的爱经验告诉她 丈夫在外面可能有人了 这天 她听见丈夫包里手机在响 提醒丈夫接电话 却看到丈夫手里正拿着手机 她很想当着丈夫的面 把包里的手机拿出来 质问丈夫为什么买两个手机 这好像并不难 难的是怎么面对真相 所以她什么都没说 而是趁丈夫不注意 偷偷去翻丈夫的包 果然翻到一个和丈夫用的一模一样的手机 里面还有固定联系人李经理 之所以一模一样 她认为丈夫是怕她发现端倪 一想到李经理极有可能就是丈夫的情侣 她就难受的想托 只能强称心态去上班 上班路上她被偷了钱包 赶到单位迟到 被领导劈头盖脸的骂 你不想干就把她辞职 很多人等着呢 你不要说了 你要照顾你老公和孩子 哪个女人不照顾 但叫她难看的不是这些 而是同事告诉她 她女儿高考之所以落榜 是故意不写作文 白丢了七十分 要知道她可是高级中学的教导主任 女儿这么做无异于再打她的脸 这些年她一直很用力教女儿 但女儿却成长得野蛮 叛逆 现在还不惜赌上未来反抗的 她还一直以为女儿卷子被错判了 羞辱 无力 生活全是狗屁 回到家 她找女儿对质 女儿的态度不是低头玩手游 就是爱打不理 正值间甩给她一张18岁的身份证 叫嚣着要独立自由 一言不合还摔门摔到她脸上 她只能隔着门持续发泄失望 说自己怎么生了这样的女儿 不禁自来的婆婆 责在一边责怪她不该对孩子这么严厉 主席 她还是个小孩子 慢慢来 她小什么也小 不刚说了吗 十八了 十多年的努力从未被认可 她边临崩溃 好在丈夫回来及时安抚她 为她吃药 她的情绪才得以缓和 她以为在丈夫心里 她还是无可取代的 直到半夜 她醒来发现丈夫不在身边 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 她便走了进去 丈夫一看见她 就立马把手机向下盖住 还不停地催促她去睡觉 她忍不住想 如果不是心虚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丈夫干嘛这么紧张 而且女儿的前途都快毁了 她大半夜还有心情和外面的人轻轻握握 她的疑心越来越重 猜疑的种子一旦破统 她的根须将会牢牢盘根在人心 疯狂生长 所以接下来一连几天 她都想着那个李经理 辗转反侧也不能累 直到这天深夜 她失眠没睡 听到晚归的丈夫 在书房里嘻嘻嘻嘻藏东西 等到丈夫熟睡 她就悄悄起身偷看丈夫的手机 果然看到李经理和丈夫的聊天记录 他们好像在讨论一种药 聊天里出现了托法 体检 以及丈夫想要的结果 明显这药就是给她吃的 她敏锐地嗅到一丝阴谋 到书房一通翻找 在柜子里找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包 里头藏着好几瓶被撕掉标签的药 她打开一看 竟和丈夫给她吃的要一模一样 难道丈夫和李经理想要毒杀她吗 为了验证她的猜想 第二天一早 她偷偷把一瓶药吊包拿走 打着丈夫的名义 请要检索的朋友 帮忙检测药剂成分 朋友很热心 痛快答应了 她本想等药剪结果出来后 再向丈夫摊牌 但自以为掌握一手证据的她 内心仍旧固执地认为丈夫想杀她 所以她还是想赌 丈夫会不会心软 停药 然而丈夫不仅偷藏她脱落的头发 还给她加大药量 怎么吃两片啊 现阶段效果不错 吃两片巩固一下 丈夫的种种表现在她看来 根本是在销毁证据 加倍投毒 十几年夫妻感情 她毫无保留的信任 竟换来这种下场 她心中的恨意可想而知 但她的报复不是报警 而是诛心 她要毁掉丈夫的名声前途 要让外面的女人爱而不得 于是她实名举报丈夫收受贿赂 她太清楚丈夫的为人 也了解丈夫不可能贪污 如果药件结果没有异常 丈夫当然没事 如果真是毒药 她就是拼尽全力 不惜造假 也要把丈夫送进座牢 事情闹大在她生日这天 丈夫本来在厨房做饭 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 说有人实名举报她收受贿赂 让她快点到单位处理 她顾不上和妻子解释 出门要走 妻子以为丈夫是要付情人的约会 连她生日都不给她脸面 她悲愤交加 忍不住对丈夫恶语相向 但这次事关重大 丈夫没再由着她闹 推开她 走了 丈夫一走就被立案调查 收受贿赂却有歧视 她很意外 一向清白的丈夫 竟真的收了别人好处 她更意外的是 丈夫是因为她的病 才走上了违法乱纪的不归路 丈夫被抓第二天 她拜托朋友查的药件 结果就出来了 那根本不是毒药 而是丈夫给她买的高级进口药 这要只有国外才有 而且价格极贵 以夫妻俩的薪资 根本不可能承担 丈夫才会铤而走险 她得了极其罕见的血液病 国内暂时没有治疗这个病种的药 并且当年俩人未婚时 丈夫患了肾病 使妻子不顾家人劝阻 给了丈夫一个肾 才得以延续丈夫的命 于情于义 丈夫才会为了给妻子治病 收受贿赂换钱找药贩子买药 为了省钱多买一点 也为了防止东窗事发突然断药 她才利用植物质 变给药贩子销售特权 这么严重的事 她却选择毒手秘密 想必也是怕连累七年 知道真相后的妻子 她坐在地上 既有知道真相的坦然 也有伤害丈夫的愧疚 丈夫那么爱她 她却乱猜疑 亲手把丈夫送进了监狱 举报的是 她不敢让女儿知道 只是带着女儿 在丈夫被关押的看守所附近 租了一个小院 想着拘留所条件差 住在这方便给丈夫添衣送饭 她想赎嘴 但在女儿看来 妈妈是想改嫁 因为妈妈和小院的老板事就相识 那人年轻时就喜欢妈妈 当着她的面 也毫不掩饰对妈妈的爱重 她觉得爸爸被抓 肯定有妈妈的原因 这天冬至 她闹脾气不肯吃饭 也不肯学习 妈妈狠批她不学无术 她就和妈妈吵了起来 老板想劝架 却被她骂不要脸 结果她被妈妈打了一巴掌 巨大的愤怒冲击下 她把怀疑当作笃定说了出来 我爸是不是你走进去的 是不是就为这个图片 你把我爸给搞定了 妈妈炉灶了一击 她终于明白 被至亲误解的痛苦 也明白她曾经引以为傲的爱 让家人多么窒息 女儿一走 她气急攻心晕过去 直到第二天才被发现送进医院 好在抢救急时 她顺利出院 她的病国内也开始有药物治疗 故事最后 她的丈夫因收受贿赂 被判15年监棘 而她从这件事学会了沟通理解 和女儿的关系也在慢慢修复 本片名为要 不要讲述一个丈夫 为了给妻子买救命的要收受贿赂 却反被妻子举报入狱的故事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些家庭问题 从不沟通理解 只会霸道地为对方好 也不管对方是否受了 所以才造成这处家庭悲剧 真正的家人 应该是有伤痛一起克服 有困难一起面对 而不是自说自话 让猜疑和距离 让对方渐行渐远